上回我们说到 我和那个难溪斋的老板 虽然都很想逼这个寻银雀就范 但是被这个寻银雀一挑拨 我们两个砍上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不动手呢 傻的吗 我们一旦打起心 这个寻银雀就不趁机溜 在旁边的店主就打完场就说 老雲你这么说话 就挑拨人家打架 我这间银雀就融不落这两尊菩萨 你说句话给那条路走一走 哥雲银雀这个时候 都有些少罪意 眼眉眉泛红 说话的声音都会刚才大了就说 行 你们不是想过来找我做局活吗 那我就考考你们 什么是局活 谁知得多我是答应谁的要求呢 我和蓝鸡齋的老板对望一眼 一齐说就说 那怎么给呀 那怎么给呀 找银雀想了想就说 你们跟我来啦 跟着伸手就问店主借了两个装酒的大池碗 我和蓝鸡齋老板一左一右 夹住他怕他走路 店主摇摇头继续炸他的臭豆腐 我们三个人出出店铺 没走几步 就是八字桥 现在是正午 好大阳光 绍兴好难得有这样的天气 金色的阳光 抛洒落泥 映得桥下的流水波光灵灵 活力洋溢 唯独是这座青灰色的古桥 不受影响 依然带着延绵千年的阴冷气质 我们三个人去到桥顶 找银雀看看天色 开口就说了 焗活这些手艺 我收收了几十年 今天你们两个逼我拿出来 都要看看你们够不够格 当年焗着修图 一口眼力 二比手力 三比心力 过了这三关 师傅才会正式修图 你们既然想看 都要遵循这个规矩 逼过三关之后 谁赢了 我就答应谁的要求呢 说话说到这里 昏银雀的背脊 不由自主地挺直了 气质为之一变 刚刚那个 有些少神经质 脾气暴躁 但是又懦弱的人见了 在阳光之下 昏银雀 微微背着一双眼 透露出 一丝自傲的光芒 我心一触 先时我在北京 见过一个白夜公 曾经是荆交最有名的风筝高手 谁都答不过他 现在就落泼到要欺负 但是只要他手碰风筝线 整个人的精气神就立即变了 变得威风凛凛 与眼前这个混银雀几乎一样 看来 每一个艺人 其实都有在专业领域的矜持 和骄傲 混银雀拿起两只碗 对着我们说 第一个人 好眼力 接着 他就从桥头两个方向 转两只碗向下一坨 石桥的 都是花肛岩的石路面 坚硬木笔 又粒粒不平 你两只碗 一跌落地就轻轻地碎了 找银雀开口继续话 其实这个考验不算离谱 局词的第一步工序 就是抓茶 对缝 将碎的瓷器 和瓷器本体之间的蜡蜴对上 而现在普通话 人们常常说抓茶抓茶 其实最早就是来源于 局词的术语 这个抓茶的难度就在于 词片是有厚度 形状可以对得上 厚度就未必可以刺得买 这个时候就需要局词着去判断 究竟怎样搓 怎样敲 都有将法可存 讲到底 其实就是一条 看一下你的眼力 有几准 拼图有几快 我和南溪斋的老板都没有急着动 看着这个尹银雀 我们担心 你一个是钓斧离山之计 我们去执片 他一个屈尾十 走了怎么办 尹银雀摔一摔地就说了 嘿 你们两个一蒙 你们两个一人去一边 我怎么走啊 我和南溪斋的老板对望一眼 交换了一下眼神 觉得他说得都挺有道理 才凌转身向桥下面摔了过去 这些瓷碗是间铺仔里面 用的是最普通的粗瓷大碗 强度不高 碰到八字桥这些石板 特别容易碎 大大小小的瓷片 撒满成地 我护低身 趴趴去执 只是挑些大片 南溪斋的老板 估计都是打完一样的算盘 一时间就见到 两个成年人执起个屁股 在那里嘻嘻嘻的 执过那些瓷片 南溪斋的老板是什么来历 我不知道 可能对瓷器的了解 要远胜于我 但是说到玩拼图 我是不会输给任何人 小鸿仔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拼拼图 我爸爸有一本世界地图册 被我一页一页剪到碎了 又拼回转去 我们很快就收起了那些瓷片 坐在地上 开始逐点逐点拼回转头 这个碗没有任何的装饰 很难判断位置 而且又不是平面 瓷片是有弧度 是立体拼图 难度又更上一层 想要将一个完整的碗拼回来 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给的 就是谁对那些裂位拼得更加整齐 我被难溪斋的老板拼得快 刹那间就将这个瓷碗拼到七七八八 剩一片比较大的地方 没有找到适合的位置 说起来真是奇怪 这个残片 我怎样拼都找不到那队 根本就拼不到 而且这片是很大的一片 如果放弃的话 恐怕完整性上面不及对手 拼图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一块地方 你认为是拼对了 但其实不是 反而导致其他地方的拼图都错了 所谓错一处乱一局 我拗包头 在想他究竟拼哪里好 来回这么试 还将其他地方拆开 打散重新来过 这样一担 南溪斋的老板就抢先完成 双手捧着一个残破的大碗 递到去找银着眼前 他拼得不及我完整 下面还留了一个很大的洞 但是胜在速度够快 找银着一看 就说这一关你过了 那样 我很怨恶 看了一眼他手里面的碗 一瞬间就明白了 你 这块瓷片 是你的 原来找银着 将一只碗扔向两边之口 南溪斋 拿到他旁边的一片碎池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扔过来 拼图最骤忌的 就是混入了不搭的碎片 会误到拼图字 两个瓷碗欺负一样 我根本就没发过 反而是用尽脑汁 去想想 怎样去拼这一块瓷片 真是浪费了时间 而南溪斋的老板 舍弃了完整性 就打赢了时间战 但是这一招太阴毒 激到我扎扎跳 拼命还他作弊 找银着在旁边开口就说了 你连词片出字哪一个碗都分 请 你输得抵啊 我没说话好说 用只眼神 杀死这个难溪斋的老板 你这人现在好得气 挑忍着脆促我们就说了 小朋友 你望我都没用的 好了 快点 下一关是什么 考手力 焗池的第二道工序 就是在瓷器上面转眼 很方便挂一些炉钉上去固定 这个就好像在一大文件上面打孔一样 跟着用一个文件夹 将纸串钉起身 不过瓷器上面打眼 就要比纸上边打眼难度高很多 瓷器又薄又脆 在上面转洞 手一定要好稳 你想想 但是一件瓷器的瓷壁 只有几毫米厚 要在上面转个洞 还不可以打透它 这个洞要多薄啊 考验手力 就是考验一个人 进行细致工作时 对手指控制力有多强 尹银雀银雀 从八字桥的石垫那里 拿了两粒小石头出来 手指弓那么大 交给我们两个就说了 八字桥石质是花肝癌 好硬的 你们自己选一片差不多大小的瓷片 在上面刻 这几个字呢 十分钟为限 哪个刻得多 哪个就赢 虽然他没有叫我们拿石头转眼 但是用石头在瓷器上面刻字 难度一样不低 要知道 拿石头在瓷面上面刻字 特别是那些扭来扭去的书法 石粗瓷滑 好难控制不足 画一条直线都难 没说写字 参加的人 要在十分钟之内 画出六个字 每一个字 每一笔都要清清楚楚 瓷器还不可以列 这个真是一个大考验 他那句 立得 立功 立言 出指于左转 原文是 太上有立得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催狗不废 此之位 三不留 说的是成功三个必要的步骤 这句说话很受世人追捧 无论是不同 书帖 硬基 屏风 印章 词 都可以见得到 这几个字 自形严谨 不或适中 拿来考人 就再适合不过了 我忍不住 望着一眼找银雀 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 想到这么贴合的题目 他心中肯定是有文章 这个人绝对不是表面的 一个脾气古怪的银雀 那么简单 甚至乎 烤着这个身份 都令人值得怀疑 我就这样在那里吐了 那个难溪斋的老板 已经拿起个石仔在那里丢 石皮和有面磨擦 发出令人很不舒服的嘴的声 我都不急 慢慢地拿起我那块石 选了一个突角做笔 然后在瓷片上面画了起身 那个石尖一压下去 在瓷片上面就打出个滑 竟然一点印都没留在上面 虽然我已经立定心水 没想到实际操作起身 是这么难的 难溪斋 我看着我一不五成 看着我露出疲异的微笑 倒低头继续叼 我捉起石仔 用力做了几事 才稍稍地掌握到一些竅门 原来在有面黑字 需要石尖不停换力和角度 每一次前进一点 就要微调一次 顶住有皮 画出一条痕跡 这种手法 对五只手指的力度 要十分精准地控制 如果不是 轻则画开 重则就整件瓷片被你按到碎了 好了 究竟许愿又可不可以赢呢? 跟着下来又会怎样呢?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